2022南投县玉山美术奖 暨竹艺产品开发竞赛颁奖典礼 今年有别一望将文学奖美术奖拆开分别办理 由副县长陈振生颁发玉山美术贡献奖给柳妍成 柳妍成经于书法转科 也是中山文艺创作奖得主 据全省美展免省资格 得到贡献奖实至名归 我们的类别也涵盖了所有的美术跟工艺类 包括油画水彩水墨书法转科还有工艺等等 那竹工艺产品开发竞赛 也是有感于我们南投长时间以来 工艺家们非常的多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发挥的舞台 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把它们给发掘出来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在艺术还有工艺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工艺文创 玉山美术奖除了设立贡献奖之外 另外也征选油画水墨胶材 水彩书法转科工艺及摄影进行评比 而主艺产品开发竞赛奖 则表扬县内最具特色的文化产业 我爸做传统陶瓷 那我接手以后我想要又跟他有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呢 就是以DNA这一个方向去思考 那DNA的这个图谱 它是一个做很多单件的一个连结出来以后 用做旋转圆圈的旋转方式 那我把这个图谱呢 做立体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我的话会比较着重在就是设计美学 然后去结合我对生活中的一些观察 然后来创作出就是比较可以融入现代生活中 生活空间里面的一些具有实用性 又同时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器物 我的概念是取自于族子族意包管的这个意象 然后把它框成三个包管族的那个框框 然后它的造型其实是有点像是蝴蝶的蛹 破蛹而出的那一种栩栩无声的生命感 这是我作品的理念 对然后我第一次参选就录选 有点惊讶 南投县玉山美术奖是文化界一大盛事 经过多年努力 在艺文界拥有一定的评价 也是全国高知名度的艺术奖项 陈副县长说 今年得奖作品很有创意 参赛者有年轻人也有科班背景者 在活动持续办理发扬之下 未来将可累积更多的文化资源 记者黄丹亭 南投市采访报道 频道